歡迎收看WEB TV 網絡大明星 大家好 我是Bill 王宏恩 我是Alby 范伊菲 在我們身後 就是我們最佳搖滾去熱情的觀眾 YA 不一樣 不一樣 這敬箱團從墾丁開上來 Alby 謝謝你啦 怎麼了 因為畢竟這是我主持以來 最開心的一天 真的喔 我之前跟羅雲一搭檔 好開心喔 完全就是貌合神禮 我終於把他提走了 想說過了一個新年嘛 對不對 我們也要新的一個風格 節目也在想 總要踢掉一個人 那我想最後 實力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只好就踢掉他 只好踢掉他 而且你們平常都是小台的車子 其實是大公車 不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要迎接的 真的是大來賓 歡迎王羅大明信今天的大來賓 是 Open 哇塞 我們的Super Star 羅文 劉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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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哇而且你知道嗎 說真的我很興奮是可以跟Albert搭檔 對 但我說真的沒有你 我還真的 有一點落幕不習慣 你剛剛這樣講了嗎 屁勒 你剛剛說 終於可以換一個主持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剛真的一度還是想起你 這是社會大學 其實想要表達一 就是我覺得不論我們學校念多少的書 你什麼學弟畢業對不對 對 你進社會的第一天 這個社會就像大學一樣 他會把教你很多你學校沒有教的課 對 比如說你失戀啊 或者是離鄉背井的一些情況 都在歌裡面 所以我期待他每一首歌 就像一個學分一樣 教授教授 那可不可以趕快先修第一堂課 我好想聽歌 不要講太多 聽唱 所以討厭你到底有沒有歌唱 跟寫歌的實力好不好 第一課叫香音 就講離鄉背井 也是我們專輯的第一首歌 對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它有三個語言 交流在外 我害怕 讀到香音 我覺得我會ぶ不見 出對什麼 一直是大聲 為変我長 demokrat 收音機播放著老家的歌曲 目睹 思苦我愛你 思路電影 找到你不懂得不懂 now威 你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把這個不同的語言結合在一起 在外地你碰到自己同事 想講自己的母語 就是那種 哇 很親切的 有另外一種情懷 我想要表達就是 我們在異鄉 可能為夢想打拚 那可能你聽到這一首 跟我們一起彼此鼓勵 其實我今天有一個特別來賓 一定要介紹一下 我要講為什麼會有這個緣分 因為我這張專輯 第二個主打歌叫 然後其實它形容的就是我們 常常你會覺得 育人 懷才不育 可是我用這個形容 愛情裡面懷才不育 那這個人跟你的歌有關係 有關係 然後呢 亞洲 這個人真的是國際巨星 他真的是 光是名字三個字出來 就不用多介紹了 我們歡迎 影帝李康生 好強喔 你跟我說你唱片沒預算 你請得到他 跟我們所有網絡大明星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很想讓大家看 私底下大家看不到的 康哥的一面 我們這邊都是金曲獎的 OK 我們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你來踩我的場 所以讓你難走啊 我跟你講 我金馬獎沒辦法 我要乖唱歌 既然講到關鍵是唱歌 你有聽過李康生唱歌嗎 沒有 真的沒聽過 想不想聽他唱歌 想不想聽 那唱 嫁給我吧 我愛你 吃給我河河 我們在家裡的家裡的生活 我們小孩 交給你們來搶 所以我的母 一定最好名 唱 唱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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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帝也是很親和力 親民耶 他剛剛有提到有一首歌跟你合作 對 我不相信耶 你怎麼請得到李康生唱歌啊 我平常根本沒有聽過 我跟他完全沒有交情 真的 然後後來有一次呢 康哥的生日 我就被邀請一起去吃飯 然後就同時間就唱了一首歌 你不只唱一首 你唱很多首 一個人毛睡自見到 把豬眼都踩在自己的角度上 是因為本來是想唱一首 唱完之後他們覺得可以再唱 對 然後後來我就唱了這一首《才華》 然後呢唱完之後他覺得 這歌很好聽 他覺得蠻感動的 那我本來也沒有想說MV要找他演 然後後來我們朋友就起哄 問你有沒有可能請他來演 我說怎麼可能 人家影帝也沒有預算 對 然後後來他想了兩天 他就說可以 有沒有會想說聽個demo 就是要答應這個演出 主要是我生日那一天啊 喝多了 生日快樂就給我 然後他又做一些即興的創作 我覺得他真的蠻有才華的 難道說光是一種詞謀 溫柔背後鋒利那刀法 千個過往也落落大方 我沒有愛人這種詞謀 怎麼愛也得不到讚賞 你也一樣 還跨退去荒涵 就飛到 無數的優雅 簡單的日常 我剛剛在唱的時候 我是一直想到 他在劇情裡面那個 戲劇的表現一直被帶入 而且他剛剛非常入戲 可是想 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那個MV的故事 因為我看了覺得真的太美 我就是被美哭了 當時本來有一個導演 他想了一個腳本跟角色這樣 然後後來康哥聽完 他就覺得說 本來是流浪漢的 那你自己說好 他自己創了一個新的角色在裡面 我覺得流浪漢不夠帥氣 對 而且又搭不到你的才華 所以我就想說 做個街頭藝人也不錯 可以表現他的才華 就完完全全 從頭到尾有影帝一個角色 去鋪陳整個的歌的情緒 越帶越深 到後面他有扮小丑 然後在廁所哭 廁所哭那一段 最讓我感同整個 觀眾朋友一定要 我自己是另外一段 你是哪一段 就是那一對你的舊情人 離開的時候 有一個康哥特寫 哇塞 那個表情跟那個眼神 我說真的 我很久沒有認真看過一支MV了 我真的是因為衝著是李康生 頂地演的 觀眾朋友 就一定要看到最後一幕 他有寫了一個自己的 有一段口白 冬季會有用完的一天 但你永遠會記得它的味道 演完這個MV之後的一個 有感的發法 你是不是導演給我 欸 你看影帝就是影帝 不會騙人的 那影帝來我們當然就是要 考考演技相關的部分 待會呢就由我跟影帝來負責演出 然後呢兩位呢就搶答 演技大考驗預備 開始 甩 幾個字 四個字 對 雷神索爾 三個字 天鵝 鴨子 丑小鴨 這個這個 喔 黑天鵝 鋼鐵人 真的 真的 你到底有沒有在看漫威的 英雄漫畫 這 這 砍他 好難喔 踢 這個踢 啊我知道 燒領足球 你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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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字 你吃了這個蘋果 白雪公主 答對了 說真的我一定盡量 太多 這 很簡單耶 所以我可以打歌嗎 不能讓我沒有贏 不能打歌 但是要處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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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拍度要求 欸 我說把演出 怎麼處罰你講 好你說你說 欸雖然輸了 但是對於這個節目 沒有功勞 你也有苦勞啦 不是而且其實他從剛剛 就已經在演他這首歌 喔 我剛剛也很入戲啊 哇 你剛剛很了解我耶 好棒喔 所以歌名叫做是 放空假期 沒有目標 來一場放空假期 不必跟世界每一天要自然行 滑船滑水滑雪就不要滑手機 像種類是誰還管卡路易 看著小燈上看著星空好療癒 下雨就通通快快 一場雨 那是一間有出 聽聽內心的深入的感覺 嗚呼呼呼 好棒喔 好棒喔 接下來還是要讓你講一下這段 心路歷程 最大社會大學要表達一個意義 就是讓我們活在這個世界每一天 其實你要很認真的做好你自己的生活 對 不要放棄你的夢想這樣 結果可能有挑戰有難處 就像做這張專輯很不容易 可是為了希望能夠給自己一個很美好的一個作品 所以這張專輯呢其實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一定會有一首是唱到你的心裡面的 沒錯 再次恭喜我們的WING8片 謝謝 謝謝康生哥 謝謝 謝謝 恭喜很長 恭喜羅玉社會大學 專精到啦 謝謝 好的 那我們今天網羅大明星真的是彭壁深輝 謝謝你們 有真正的VIP降臨 也希望呢好不好 上帝祝福你 好 這張專輯可以感動很多的人 那我們網羅大明星呢 同步也會在我們的LOVE頻道來播出 網羅大明星 成功 Yeah